某些途径在序列5之后可以互相替换 这和职业者内部的说法可不一样啊 不是选择了一条途径就再也无法改变了吗 不是说走上企图虽然会获得诡异的古怪的能力 但也肯定半疯再也无法晋升了吗 这里面竟然还藏着一定的例外 克莱恩看着日记眼眸微缩 他并不怀疑罗塞尔大帝会在这件事情上瞎编 毕竟那字里行间的惊讶是如此真实 但他不认为罗塞尔获得的消息就绝对正确 对方也有被欺骗和理解错误的可能 此事代验证 先记下来 克莱恩在心里提醒了自己一句 并深入琢磨起这件事情 如果罗塞尔的描述没有问题 那序列途径里的水很深啊 藏着不少秘密 职业者掌握的完整途径是不免者 相对完整的那条是至少可以到序列四的收尸人 结果他们在序列五之后是可以互相替换的 其他链条的魔药配方就非常不完整了 甚至只有初始 同样的 蒸汽与机械之神教会的完整途径是通识者 相对完整的是亏密人 他们也能在较高层次彼此替代 有意思 不知道我的占卜加序列可以和哪个途径互相替换 大帝当时一起提到的学徒和偷盗者 嗯 占卜加图径很可能是前面五个序列各自提供一种能力 在序列四合一 那么在这一步 应该是无法用别的魔药替代的 克莱恩收回思绪 重新将注意力放在了日记上 此时他发现两页日记看似是连在一起的 但实际内容并不贯通 属于两个时期的记录 这就是后来人临摹抄写时范的错误 4月9日 永恒列阳教会 风暴之主教会 知识与智慧之神教会 彼此关系恶劣 互相敌视 而黑夜女神教会与福萨克帝国战神教会水火不容 这些是可以利用 也值得思考的事情 4月13日 我参加了那个古老组织的聚会 想不到他们也是这个组织的成员 真是让人胆战心惊啊 原来第二块亵渎石板在这个组织手中 我第一次看见这件传说中的神物 果然 它藏着难以想象的秘密 嘿嘿 也许将来有一天 我要弄出一块属于我的亵渎石板 不 是一组 每块都要蕴藏着一个终极秘密 我擦 大帝 你倒是说那个古老组织的名称是什么啊 你这样我很难受 也许 也许 罗塞尔是出于某些目的 没有 或者不敢 写下那个组织的名称 哪怕他是在用中文 克莱恩看的又是心仰又是疑惑 不过 从这页日记 他终于确认罗塞尔大帝看过第二块亵渎石板 并在后来仿造他制作了一副纸牌 每一张都对应一条神之途径的纸牌 嗯 也许是对应神之途径的终极秘密 不知道这副22章的纸牌如今都在谁的手里 那个古老组织竟然掌握着第二块亵渎石板 克莱恩思绪电转 想到了很多 但他很快就收敛住各种想法 将视线从日记上移开 望向道调人 正义和太阳 笑笑道 其实你们可以不用等我 这是我们的荣幸 道调人阿尔杰早已收敛了不满 谦卑的回应道 奥黛利思索了下 浅笑道 语者先生 您之前描述的那个公开考试选拔事务官员的办法 已经得到了国王和首相的认同 即将在上院和下院通过 预计明年年初 就会进入正式的实施阶段 看来国王和首相还是有大脑的 阿尔杰习惯性的嘲讽道 嗯 到明年年初 以班森的智商 以他的勤奋和用功 在文法和会计两方面应该能达到及格线了 不过 只要上院和下院都通过 各家报纸肯定会大肆宣扬 不知道班森的先发优势能维持多久 越早考越好 唉 这么短时间 班森再怎么也不可能胜过各个大学毕业的精英 不过也不需要胜过 他们要竞争的岗位根本不会是同一个 那些家伙眼睛里恐怕只会盯着内阁秘书财政部秘书之类的位置 只微笑汗手 没有说话的愚者克莱恩在心里为哥哥操碎了心 见愚者手肯斑点头 奥黛利的腰背挺得更直了 转而笑道 道调人先生 之前你让我确认的事情 我得到答案了 国王已经被首相说服 短时间内不会在拜朗东海岸报复福萨克帝国 我想你应该支付之前允诺的额外报酬了 阿尔杰仿佛在思考班沉没了几秒才道 正义小姐 很感谢你的答案 这让我不用再担心某些事情 你希望得到什么额外的报酬 只要在合理范围内 我都会考虑 奥黛利早有准备班校道 心理炼金会的线索 或者读心者魔药配方主要材料的线索 当然 这可以等到太阳将配方交给我之后再去做 没有问题 阿尔杰毫不啰嗦地回答 与道调人同侧 但隔了两个位置的太阳代理客 伯格正厅的一头雾水 异常茫然 只觉自己能弄懂几乎每一个单词 但连起来就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了 什么公开考试选拔事务官员的办法 什么国王和首相 上院和下院 什么拜朗东海岸 什么福萨克帝国 什么心理炼金会 他全部不懂 福萨克 瓷根是巨人的变种 和坠落的巨人王庭有什么关系 代理客看了看正义 又看了看到调人 忽然觉得自己未必和两人在同一个世界 难道在诅咒之地的某处 在距离白银之城很遥远的地方 存在着不止一个城邦 甚至形成了国度 代理客保持着沉默 安静的旁听 隐约明白了神秘的语者 为什么要说正义给予的所谓现金补偿 自己未必能收到 能将相隔这么遥远的人拉在一起 无视了诅咒之地 黑暗深处的那些恐怖怪物 语者或许真是神灵 古老的神灵 他如是想到 完成了预想所有事情的奥戴利 本来打算做一个安静的观众 但忽然想到另外一件事情 忙又开口道 我最近接触了一些非凡者的圈子 了解到一个叫做A先生的强者 愚者先生 道调人先生 太阳先生 你们知道他的背景和真实身份吗 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戴利克保持着沉默 A先生 我只认识Z先生 这么相近的代号 难道也是极光慧的 克莱恩在心里做着猜想 却没有开口回答 他必须维持自己的形象 尽量不做没有太大把握的回答 如果真面临了这种情况 描述也得含糊不清 像个神棍 阿尔杰忘了掩余者 见他平静没有变化 难以猜测真实想法 于是斟酌着开口道 极光慧一直在针对风暴之主教会 永恒列阳教会 知识与智慧之神教会 所以 比起其他组织 这三大教会对极光慧更加了解 而我从他们那里知道了一些情况 不用解释 我知道你是风暴的人 当然 也可能是二五载 不过 为什么极光慧的仇恨对象刚好是最古老的三大教会 克莱恩微笑不语 平静看着道调人 阿尔杰知道自己的序列途径肯定蛮不过语者 也不是太在意的继续说道 极光慧有五位圣者和二十二个神使 这些神使以字母为代号 自称A先生 X先生 他们最少也是序列七的非凡者 最强有序列五 都相当善于隐蔽自身 此一位神使会有新的神使代替 我不确定你说的A先生是否就是极光慧的A先生 只能说有很大可能 至于极光慧的情况 我之前已经告诉过你 奥黛利听得微微点头 对A先生更加戒备 他略有些心疼的开口道 感谢你的回答 道调仁先生 那个额外报酬 你 你不需要支付了 不 我希望用刚才的回答 和更多的额外报酬 请你帮一个忙 阿尔杰沉生说道 什么忙 奥黛利疑惑问道 阿尔杰想了几秒道 我收到情报 号称飓风中将的大海盗 麒麟格斯 秘密上岸 潜入了贝克兰德 不知道想做什么 我希望你帮我找到他的下落 至于后续的事情 就不需要你冒险了 飓风中将麒麟格斯 七位海盗将军之一 奥黛利眼睛微微睁大 险些保持不住观众状态 成为非凡者之后 他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 当然是接触那些之前 只存在于贵族传说里的人物 对 他也是水手途径的序列 六非凡者封卷者 同时拥有一件神奇物品 也可以称为封印物品 他相当狡诈和残忍 你不要试图对付他 阿尔杰郑重介绍道 说到这里 他呼的侧头 望向克莱恩道 愚者先生 我是否可以请求你的卷者 在关键时刻提供帮助 我会付出你感兴趣的代价 我的卷者只有我自己 克莱恩以吐槽的方式 缓解着情绪 微微笑道 前提是我的卷者 刚好在贝克兰德 好吧 阿尔杰有些失望 又有些期待的收回视线 这些人比较大 你 我贝克兰德 在证明 我贝克兰德